哈啰 大家好 我是Amy 今天要讲的话题 相信是大家都会面对的一个世纪大难题 首先在我开始这个影片之前 我想要发表的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并不构成你的行为建议 Please啊 很重要啊这一点 今天的主题就是 结婚后应该跟另一班搬出去住叻 还是跟父母一起住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困扰了很多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无论你的选择是哪一个 都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因为这是完全取决你个人的看法有观点 我不会讲 呦 还跟父母住啊 你他妈妈宝 啊 我也不会讲 你父母养你这样大 你把他丢在家里 这样不消 为什么有感而发要做这个视频 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有共鸣感的一个文章 我给大家看一下大概那个文章是讲什么 来看 基本上就是一对情侣的对话 然后女孩子的一些内心戏啦 女的叻 想要结婚后搬出去住 而男的叻 却想要结婚后留在家里照顾连麦的父母 其实我看到这篇文章我是很有共鸣感 所以我就很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还有看法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一再想这个事情 其实在这个视频之前 我在IG就发了一个故事 我做了一个讨论是关于 结婚后应该搬出去住还是跟父母住了 后来我发现到大多数的朋友们都是选择搬出去住 和另一半组织一个新的家庭 而选择和父母一起住的叻 点击那个按钮的全部都是男孩子 100%都是男孩子 所以其实就是说白了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女孩子会心甘情愿搬过来跟你家一起住的 是觉得这个年头的女性都是有这种想法 她们陪你走这条路是因为她们尊重你 她们爱你 她们迁就你 我先稍微讲一下和另一半结婚后搬出去的一些看法 那这只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 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如果和另一半结婚后搬出去住叻 你们的开销肯定会比和父母一起住来得更加庞大 就算你不是买屋子 你是租屋子都好 你的承计也是蛮大 你要给水电费啊 给租金啦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杂费 由于现在年轻人都要做工上班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比较回到家会懒惰不想租东西 所以会选择在外面打包 打包的话costing就高了 就比较贵嘛 外面的食物 现在你都知道越来越贵了 所以柴米油盐这些琐碎事是完全免不了了 所以会比较难存到钱 如果两个人搬出去住 因为消费高了嘛 我是讲大多数人是觉得开销很大 但是我对你有信心 我知道你一定很有钱的 尽管开销会很大 会很辛苦 但是为了你爱的人 你愿意吗 尽管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对你的另一半很好 你的另一半还是会觉得不自在 他在你的家始终会有一种压抑感 因为这始终不是属于你们两个自己的家 所以很多时候只要你不在家的情况之下 你的另一半就会躲进房间里面 因为在房间里面才稍微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很多长辈不会了解 甚至还会内心里面责备你的另一半 哎呦 这么整天躲在房间里面 出来聊天交流一下吗 如果你还是不懂我在讲什么话 你就去你另一半的家住几天 我相信 不管你的家有多大多美都好 你的另一半与其和你住在那边 他们其实最想是和你拥有一间 温馨的家 就算小 他也愿意 因为那个是属于你们两个彼此的家 那种归属感 想象一下 婚后你们一起搬出去住 你们两个为了你们自己的家 各自的去奋斗 以后买到一间更大更舒适的一个家 不是一个很无与伦比的美好啊 啊我相信婚后呢 这个小空间会是你们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 啊你可能会想 等我父母百年归老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年可以一起住哦 怎么会这样着急呢 其实 可是真正到了那时候 可能那时候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人生在每个时间点想拥有的事物都不一样 想要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 也许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 你很想拥有一两奔驰 便习 可是到你三十五岁的时候 你已经有能力买得起好了 可是这时候你会发觉到 诶 其实你好像不想要这种东西 结婚后搬出去住会给你带来一种自由感 你们会有更多的私人空间 来 完全是你们的私人空间 放工还很累的时候 你想要几时做家务就几时做家务 结婚后搬出去住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婆媳关系 有时候就是因为双方的相处比较少 有了一种距离感 两个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美好 所以就是所谓的距离美 婆媳少见面更有新鲜感 很多人担心搬出去住就会忽略了父母 不理会父母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哦 因为是你自己没有抽空去陪你父母 你可以买一个地方或者租一个地方 是靠近你父母的家 这样子随时回去照顾也是很方便 好现在我要讲的就是 和父母一起住的一些看法还有观点 和父母一起住我们可以很方便的 可以照顾他们 一回到家就是和他们一起相处了 你和你另一半有了孩子够呢 家里又会很热闹很温馨 你妈妈爸爸又可以抱孙子 和乐而不为对不对 就很多人回答我为什么还要和父母一起住 他跟我讲想要报答养育此人 老实讲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一个是被亲情绑架的一件事情 这什么意思呢被亲情绑架 因为其实你不是心甘情愿要和你另一半和你父母一起居住的 你是觉得你自己亏欠了他们 你要报答他们 你要还债 但是其实你有这种想法是错的了 我们陪在我们父母身边 不是因为我们要报恩或者还债 我们陪我们的父母 我们对他好不是因为我们要报恩 是因为我们爱他们 对于我而言父母是最伟大的人 他们都把他们最好的留给我们 他们牺牲自己美好的光年为了照顾我们 在我们身上花了多少的时间还有精力 给我们吃喝玩乐 供我们上大学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类 但即便如此 我们都不应该被亲情所绑架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各自的人生 首先和父母一起住会产生 比较多了一些矛盾 因为思想和生活习惯都会很不同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那年轻人的周末是怎样呢 晚睡晚起 那比较老一辈的人会怎样 早睡早起 那他们就很早起嘛 到了十一点甚至十二点 你们两公婆还在睡觉 他们有一个想法 你看这两个年轻人 怎样来做事情 吃东西方面 你老婆想要清朝 你老婆想要马来风光 啊来了 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是每个家家最难念的一个经 嘎嘎最难念的一般经 可能一开始大家双方都相处得很不错了 很有善 可是时间一久了叻 不管再好的关系 日子久了 看到对方的缺点 就会互相报道 你老婆有报道 你慢慢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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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一起 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 会出现蛮多的问题 摩擦肯定会多了 和父母一起住 可能会影响大家的私人生活 我这里指的私人生活 不是你而已哦 你也会影响到你父母的私人生活 这种影响是双方面的 就好像你想要带你的一大班朋友来玩 你的父母肯定很没有这样笑咯对不对 然后你父母整天约uncle auntie来打麻将 喝茶啦聊天啦 你又要逼着去应酬 你也是没有这样笑咯对不对 所以间接会影响大家的彼此的私人生活 还有夫妻生活 那网络上这个文章一些留言是这样子 这些留言是支持和另一半搬出去住的 所谓结婚就是从双方的家庭搬出来 然后组织一个小家庭 有个留言是这样子的 懒友坚持不搬出去 原因是因为他可以继续当巨婴 什么家务都不用做 可是你嫁过去过后 可以什么都不要做咩 因为结婚之前 他妈妈做的所有家务 他都觉得为了儿子是应该的 那只要你嫁过去过后 他会觉得做那些家务是应该的 你稍微睡迟一点 洗少一个瓦 都会被定义为懒惰 而你男朋友还是一样享受 结婚前的生活 继续当一个 请坚持每个家厨房只能拥有一个女主人 分开住是最好的 每个人都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有归属感 有自主权 那有一个留言是这样子的 老人家肯定要有人照顾啊 梦想始终抵不过现实 我现在还和我家婆住 相处的还不错 也没那么恐怖吧 基本上的留言呢 都是支持和另一半搬出去住的 那讲到这里了 大家应该会猜到 我是偏向于哪一个选择了 没有错啦 我的选择就是偏向于 婚后搬出去生活的那一个群主啊 中间中间 我和这个文章中的男孩的想法是一样的 所以保着一个先和父母住 先随后才搬出去的一个概念 但后来就改变了个人的想法 那这些纯粹是我自己的想法还有观点 并不促成大家的行为建议啊 因为我很想知道 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 大家可以方便留言在下面 我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不妨点赞分享 subscribe 并且打开你们的小铃铛 我们有缘再见 我们下期见